當然啦!我前兩天練三十公司 我由旺角走到尖沙咀 由早上又走到凌晨 走到腳都痛 幸好,最後年初一晚之前 我買了我最喜歡的新鞋、新衣、新裙 還有最新款的手袋 我走了很久了 你知道多厲害嗎? 最後我還在潮人館那裡 被Mafil 剪了這個頭 你覺得可以嗎? 遊戲揮汁很簡單 我們這個桌子裡有 魚、蝦、蟹、金錢葫蘆雞 玩家可以很多個都可以 但是在這個遊戲裡 是要一個裝的 裝的精彈 就是有三顆色仔 一顆色仔有綠麵 分別有 都是有魚、蝦、蟹、金錢、葫蘆雞的 所以 如果當我們 搖色之後 是魚的 就 陪魚 蟹的就陪蟹 就是這麼簡單 那 玩家現在先放下 然後 然後 裝就會說 好啊 買定離手啊 然後 裝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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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買定離手之後 就開啟 因為這裡有 有葫蘆 有金錢 有雞 所以 蝦、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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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總之 買一賠一的 人家規則很簡單 請 擁約參與 其實 香港以前 可以放煙花和放炮獎 但是 由於多年來 很多市民 因為放煙花和放炮獎的關係 而弄傷 所以 香港政府以安全理由 就把放煙花和放炮獎 禁止了 所以 如果小朋友 過年過年想放煙花和放炮獎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可能觸犯了香港的法例 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賭錢 但是由於香港政府的賭博條例 所有賭博場所 都需要政府的許可 剛剛那個朋友 練到他玩魚蝦蟹 已經觸犯了 所以 大家在過年過節 就算想打麻將 玩啪牌 或者玩魚蝦蟹的話 那就拿個耳頭好了 就不要賭錢 就不要賭錢 喔 agency